港政黨發展不限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 政黨有很多種 革命黨以革命為目的 以革命為目的是有革命的綱領 當然有革命綱領 就要推翻現在的制度 社民一定不是這些政黨 共產黨就是 共產黨未墮落之前 或者是現在大陸的民主黨派 其實它某個程度說 因為它要推翻黨專政的制度 它是革命黨 如果你說這個黨不是革命 我只是殺人那樣東西都可以 這就是手段的問題 這個政黨 大部份的革命黨都不會排斥 如果有革命發生的時候 它會參與或者領導 如果一個政黨覺得可以透過現在這個制度 是達到它的目的 它便不用革命 大陸都有 譬如現在有些人覺得 如果結束一黨專政 是無須要推翻 大陸現在的政治制度 這樣都可以 那政黨是 作為一個所謂反對黨存在 反對黨哪有恐怖 反對黨其實 層次就是承認這個制度 然後反對它 是一個希望有政權輪替 今天是反對 明天執政 今天執政 明天反對 所以這個所謂忠實的反對派 意思就是這樣 為何忠實的反對派 就是因為你相信那個制度 制度本身的輪替 可以令到你在現在的制度底下 去上台賺你的綱領 這個革命的政黨 如果它的綱領是要 不單止在政治制度的權力分配上改變 即是說連財產關係 即是說社會制度 經濟制度都改變的時候 你拿到政權的時候 你一做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問題就是違憲 因為憲法 憲法一定是不單止規定 這個權力的制度 政權是怎樣構成 亦都一定會說明 那個財產所有制度是怎樣 是吧 所以你說 如果你是一個 要改變 要塗社會主義政黨 你認為就這樣在這個制度底下 選舉了之後做到 當然可以 別人不反對你便可以 別人有得你便可以 其實不會這樣 因為你一拿了政權之後 你沒有改變到憲法 如果你就是用民鬥 改變憲法 你都很麻煩 因為為什麼 對抗很大 等於內戰 而且在資本書 行過這麼多年 成200年 它的實力很強 財產在那些人那裏 它一定反對你 所以你說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主張和平角度是可以的 理論上是可以的 實際上很難 等於在大陸 你說結出一黨專政和平是可以的 多人都想和平 不想流血 但是當你受到鎮壓的時候 你要考慮一件事 你受到鎮壓的時候 如果人民反抗 你站在哪一邊 其實這個就是革命的問題 革命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人都覺得 這個社會一定要變 不變不行 採取一個相應的行動 是斷然去打 打爛現在這個國家機器的機制 去令到它們要實行的社會目標 社會理想 是會實現的 那你選舉是達不到這件事 選舉可以 但是你怎麼保持選舉的結果 你不可以想像是 一次選舉之後 其他人可以放棄它的利益 所以無論你怎麼看也好 在香港 現在我看不到有革命的政黨 因為它有 不是沒有 有些托派的政黨 它都是提倡要在香港殺人革命 在大陸殺人革命 但是它的問題是 它的社會份量太小 完全是沒有人知道它在哪裏 可能有些人不知 所以其實 我也說過多次 社會民主連線 甚至是社會民主黨 其實是一個過度性的政黨 如果你要解決香港的問題 如果你是認為資本主義 不能夠解決的時候 社會民主黨一定是不能夠解決到 等於我是不能夠相信社會民主主 可以解決到我心目中的問題 但為什麼我參加了 第一是政治不可能抽空港 第二是如果在這個時候 殺人社會民主主義 都會被人鎮壓或者抗拒 其實我覺得 要是整個社會燒層 要是會走向更加革命激進 沒有辦法不是這樣事 就是這樣走 剛才所說的 你覺得都是社會民主主義 解決不了那件事 是甚麼 因為如果你是社會民主主義 你是社會資本主義制度 你去調節財富原殊 財富原殊 就算拿了政權去立法 都沒有隔絕到憲法 現在這個基本法寫著 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五十年不變 社會主義制度 很清楚寫著 你任何政府選舉去上台 都要改變憲法 從政態的角度來講 從動態的角度來講 你一說改變憲法 其實就是階級衝突 很簡單的道理 社會民主主義在香港已經很難 即使你選到 譬如社會民主 十年之內有發展 選了政黨 你一提出一些政策 他一定反對你 由之乎我們今天去反對 現在的政府一樣 失敗了的政黨 他的背後支持者都要反對你 因為這是一個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 利益攸關生死處 所以其實革命是甚麼 革命其實就是一個 內戰 即社會裏面不同階級的人 他要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 不相上下 內戰 他的內戰會幾殘酷 幾文明 是沒有人知道的 舊有的國家機器 解體得越快 殘暴的程度就越少 其實你有沒有擔心過 其實你們社會民主的聲音 會在香港 可能越來越小 因為你說不會參加 可能區議會選舉 即你不會傳給他參加 但你社會民主連線 如果你從中國的格局去考慮 最考慮就是 到底大陸在現在的思考化過程裏面 現在有錢 到底會不會出現社會民主主義的 就是很難說的 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社會民主主義也不是太悲觀 因為香港的問題 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也要改革 中國的問題如果是要行先進資本 或者做過的事情其實很難 因為我們的邊際利潤是會越來越低的 如果我們是依靠廉價的勞工和廉價的資源 去取得世界市場的時候 你這個造成的社會矛盾一定是會 就是說到底社會怎樣向前走 到底是行這個資本主義全球化之下 的一個大的血向工程還是不是 這個當然是 不是只是香港人的事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 其實現在香港人在享受著數 而享受著著數的同時 香港的窮人就很迅速地貧窮化 所以從這個角度整個格局來看 香港的有錢人當然是和大陸的有錢人結成一派 香港的窮人和大陸的窮人一定是將來結成一派 至於對於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再分配是甚麼 香港窮人的態度和大陸的窮人的態度會不會在一起 和大陸的有錢人和香港的有錢人會在一起 我覺得隨著內地和香港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這個問題就會扭結在一起 某個程度說台灣的問題都會很快扭結在一起 即是說在資本主義全球化裏面 香港和台灣過去扮演著的一個先進的角色 和在現在的制度裏面仍然都是依靠大陸那些窮人和勞動者的血汗 來造成的繁榮能力持久 這就是最關鍵的問題 如果能夠那麼多人就沒問題 我看不到有甚麼理由會持續下去 長毛這一節就說 其實他本身都覺得 無論是中國大陸或者香港 可能台灣其實都有一個 展開社會民主主義的一些元素 我們下一節會再看長毛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 下一節再看 ать悉 Mayo 順引會 心愉快 感谢观看